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最近传出来的上海的杀妻藏尸 她是妻子还是情人 结婚了 结婚了一年 老婆被杀的太太的妻子是24岁 杀她的丈夫是23岁 还小一岁 俩人你看这照片 看上去帅哥靓女 尤其这男孩子长得 我们看一下男孩子长得也很帅 女孩子也是挺清秀的 你看这就是男孩子 我刚开始以为他们网上哪找的照片 屁死的呢 你以为找的是小鲜肉 屁死的 你看这是女孩发的微博 伤前发的 这个微博里 现在要不说我们外行人就瞎解释 就说这个男的 你看为什么这么冷血 就发现这小夫妻 在家里养一些冷血动物 什么蛇呀 就这种什么 蜥蜴啊 这种都是冷血的 但网上已经有很多的博友 就是喜欢这种小动物的 都已经说这锅我们不背 抗议是吧 对 也就是说养这小动物的人 不一定都那个有杀心 对 这个不能瞎联系 可是我觉得这事拍案惊奇的在哪啊 就说这20多岁这个男孩子 说是因为琐事 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琐事 就是说反正是就杀了他的这个妻子 问题是最让人奇特的是 杀了之后藏尸三个月 而且在这三个月期间呢 他拿着他老婆的这个手机啊 因为那个丈母娘家得问呢 什么时候过年来啊 就像就这个过年嘛 说来 你说说说说 你爸爸就过60大寿 那怎么办 他全装作他老婆的这个语气 跟对方家里人 包括对方朋友圈 还一直在照发 说我们去香港玩了 明天就回来看你啊 说好9点来了 飞机晚点了 怎么怎么着 你说大家一开始觉得这事也特神奇 就是说失踪了三个月 这个女孩的家人和朋友圈 也一直 没有发现异常 没有发现异常 收到的都是微信 短信 李老师听说 您头一回见到这案子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个杜撰 对 我当时在路上看到一个博友 爱他我 然后就给我发了这个案件 说李老师你分下这个犯罪心理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 我当时因为在路上 因为那时候发还没有这些照片 然后呢 这个后来我女儿跟我提到这案子 我还说 我说哎呀 这就是一个故事 你就当故事看吧 您都不信 我就不信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他当时这个一个写的原创 再一个他的那个写作的人叫悬疑人 后边还招悬疑人的编辑 我就以为就是一个编故似的 所以就没当回事 然后后来再 再之后人就是有发给我的 我后来再打开看才明白 他里头有很多真实的 包括一些采访的照片有 我这才知道 这是个真事 马先生是刚知道这事 对 我知道比较晚 我看了以后呢 我就是比较震惊的是他这个藏尸的过程 和他扮装成他妻子跟别人这个聊天的过程 这是极强的一个心理素质 一般人杀完人了以后呢 就想掩盖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他不想服刑 不想去死 那就想掩盖 是吧 他不掩盖 好像他好像很正常的跟这些家里人联系 就很可怕 这人太可怕了 您怎么分析 因为这个案子 现在很多细节不是特别的具体 但是在我们来看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遇到研究这个各种案子多嘛 所以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非常多 因此这个案件 我看也是见怪不怪 也就是说 他仍然在我们研究犯罪来看 他也是一个就是 应该说是 虽然说极少数吧 但他也应该是可以发生的 那么这里头呢 他像这个 我刚开始也是有几个点困惑 就是说 第一呢 他怎么能瞒这么长时间 第二这么长时间 他为什么把尸体送出去 为什么想办法 就一直放在屋里头 我们都知道 一般杀完人以后 都是用一段时间 全碎了以后 也逐渐的扔出去 他是等于三个月 一直在家里放着 而且他的房间好像还很小 我看这个图图 他把他放在那个晒台上了 对 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后来再看一下 他整个的案情吧 大致上 我是这么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 他们俩结婚 也就时间不长 应该说呢 两个人呢 都不是特别的成熟 也就是说这个男孩呢 我觉得是属于那种 比较娇宠的 属于那种张嘴就来 但是没有实话 然后呢 做事呢 就是话在前头 动作在后头 就跟不上 所以这种人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我 就是有很多犯罪人 都有这些特点 就是真到较真的时候 他什么也干不成 那么他结婚以后呢 他可能也面临生活压力 所以挣不上钱 是他主要一个问题 然后但是他又能花钱 那么那个女孩呢 属于就我 我个人觉得 他是属于在 比较好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 就是比较善良 心地也比较好 所以他就属于那种 爱上这男孩以后吧 就真心实意对他 但是他肯定会不满 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他们俩一定有冲突 这个冲突 这男孩到最后就烦了 他又不知道有别的办法 那于是他就想要 把这女孩弄掉 现在我就搞不清 他是预谋 还是当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先让这女孩辞职的 他让他辞完之后 有点预谋的 这女孩辞职后 没多久才遇害的 所以他这个举动 让我怀疑 他是有事先准备的 就不见得有一种概念 叫激情杀人 就是当时吵起来 就给失手弄死了 那个是完全没准备的 但是他这个女孩 是辞掉小学工作的 他是小学老师 他是辞掉老师工作 然后遇害的 然后现在这个冰柜 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不清楚了 如果冰柜 要是在这女孩死之前买的 那就更证明 这男孩是愚昧 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比如夫妻有矛盾 这当然可以 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假如这人不是个疯子的话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使得他认为 必须杀了这个人 应该这么讲 就有很多不成熟的人 当他和来 和这个来自人的 这种冲突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法 就把你干掉 你知道这个 每个人都有杀人的念头 我说过 这个有杀人念头的 不犯法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 在鸡 就是在你一生中 我看一个笑话 就是说夫妻俩 婚姻是怎么回事 他说夫妻俩一吵架 然后一个人就恨不得杀了 他就出去买枪去了 买枪的路上 经过菜市场 一看到老婆喜欢的菜 就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 就把买枪这事忘了 隔了几天又想杀他 又出去了 就循环往复 就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杀人这个念头 是非常正常的 就出现 但是我们的道德和法律的制约 就是防止你这个念头变成事实 每个人都有 你也有过 我不相信你没有有过杀人的这种想法 你说都没什么 我杀了你这句话 不能判你行的 打哈我是有过 但是杀人的念头 不是说我夫妻之间 但是生活之间 比较有个人 我恨不得杀了他 这种人多急了 你知道吗 不可能说你没有这种念头 其实杀人是很多不成熟的人 他解决麻烦的一个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考虑的方法 比如灭口 每个人都有吗 你像大学生也有这种问题 然后很多经商的 还有包括一些犯罪人了 他就觉得如果我留下你 我危险 我就把你杀了 那你杀了他 你更危险了 对啊 但是后面后一个危险 他认为他能跑掉 或者这事不被人发现 那你像这个人 他这三个月 他是想着一直能这么瞒下去吗 目前来说 就是我对他这个问题也比较困惑 但是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也可能就是说 他曾经想一块死 但是他又没有这个勇气去死 这才是他后来没有做后边那些事的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想一块 有很多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把你杀了 然后大不了我自己一死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案件 很多 但是他当他把另外一个人杀 杀别人很容易 杀自己很难 因为他疼 过去两个人一块去自杀 死一个的都是那个 就有一个人不坚决 对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在出版社碰见一个 就两个人就是为了爱情 因为当时不能结婚 其中有一方是结婚的 那时候不像现在 就当个什么小二小三的就完了 那时候不可能有这事 所以两人就一块去自杀 自杀的时候呢 就一个是被裹挟的 一个是特别想死的 那特别想死的人就把那药全喝了 那个不太想死的人就喝了一小半 对 这个就没死了 就他内心不坚决嘛 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 我也发生 身边也有发生过这种事的 喝半瓶的 对 就两人一块约着死 然后那个特鲁光光全喝了 一般还都是女的全喝 男的喝半瓶 还喝小半瓶 就是闹一肚子完了 对 然后对 但这是 这就是表示一起要去死的 但是你说的这种是相杀呀 对 这现在挺时髦 说一词叫什么相爱相杀 对 我现在就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死的 这个女孩是勒死的还是怎么 据说是掐死的 掐死的 对 就是他不是动胸的 这个是因为现在这些细节 都不知道 对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 我觉得他说两人争吵发生的 因为这个部分呢 很难说 我们就是需要法医来检验 才能知道 因为犯罪人总会找 这个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说 所以 现在所说的这些说法 都不能作为我们分析的根据 您看这个男女之间啊 夫妻之间的 包括情侣之间 哎 我有时候发现有一种啊 就叫锁定关系 你你比方说啊 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个咱俩朋友 哎 就是说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那我离你远点完了 或者说生意上 你这人不靠谱 咱以后永远 敬而远之 不做生意 可以离开 但是好像啊 涉及到这个感情 或者男女性格呀 我有时候就觉得 这个里边夹杂着一些 人的一种极强的控制欲 和占有欲 就按说咱俩感情不合 就离嘛 可以不在一起 但好像又不是 那种心情经常是啊 我也不要 我也不想让你去找别人 你还就得跟我这么弄 就像相爱相杀 好像就是这种互相锁定 互相锁定 就是说天天 我见过那样的 天天打的不可开交 可是呢 真要说走了走了啊 说一万次分手 但是呢 或者是他走不了 或者是最终这个人 也不能让他走 这种人不可怕 我原来我们家 我有个年轻的时候 有个邻居 就是天天打 打的时候那夫妻俩骂的 那个那叫难听 因为那过去那楼道都通的 一骂谁都听得见 然后我老婆还说 说他们俩以后怎么过日子 骂得这么难听啊 就是正为他发愁 那小兰口快着 肩膀掉身脑 拎着油条回来了 人家自个儿没事 这种忘嘴上 轮圆了说的 不怕任何人知道的这些人 倒反而没事 没错 就怕他面上不敢说 全部是心里的 我看那男孩 跟他那叼烟 那感觉就都是这一类的 那有刺青 你注意了吗 冷血动物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马爷说这眼神 您说您接触过这么多犯罪分子 你觉得眼神能看出什么 眼神很重要 有些我接触的一些学生 他也是少数民族 他坐在那的时候 他看着你的那个眼神 你觉得是一眼能望到他的心底 非常的纯净 然后还有一些人的眼神 就像那什么一样 就是说他是躲在后面的 有时候我在新闻当中 看一些少数民 就是一些国家 像中东那些地方 有些人领导人出来 他那眼睛在里头闪烁了 你就觉得这个人 你很难把握 他内心是什么样的想法 都在后面 所以人也是这样 有的眼神能看到 我觉得这个男孩的眼神 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我碰到过一个预审 预审员的跟我讲 因为他是很有名的预审员 审过很多案子 他讲 他说一个大案子 好久没逮着人 逮着人以后都不是 他进去看 他都不是这人 另外一个人进来以后 他说你看我眼睛 一看 他说就是他 他说先没审我就知道肯定是这个人了 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事很抽象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这事你还是凭证据 但是在未来的最后预审和破案过程中 确定就是这个 有的人是经过训练可以掩盖的 对不对 比如你是个间谍 那你有强化训练 但我们大部分人很难 就是你游移的时候 你眼神 你坚定的时候 你喜欢的时候 来耳冒光 这是一国宝 你来耳冒光 你有时候你想躲都躲不过去 那您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您家庭情况 比如假如说您有个女儿 领回来个女婿的时候 您看看这男的眼神 您就能断一断 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印象吧 其实这个我们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 就有研究这个社会认知的 这个社会认知很重要一个就是表情 当然还包括他的言语声调 以及他的动作 这只是一个角度 那比如说 要是考女婿不能光这一个角度 但是眼睛乱转的人是很可怕的 我历史上碰就是跟你说 那眼睛乱转的人都比较可怕 一个是眼睛乱转 一个是在看你的时候 你能感觉他还在想事 这个眼神就是双重的了 就他看着你 但是你感觉他还在做别的事 没错 我就是这样 每天我不是看看你 看看他 然后你们说话 我就想想快去广告了 所以就表现出闪烁 还真是 但是我就是说 您给大家提个醒 比如说配偶或者是什么 或者友人 他将要做出这种事情的时候 从表情 从外表的一些迹象 能有什么可以规律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这个老丈人 要跟女婿喝档酒 就小女婿一定要先事先喝个酒 因为这个就是 好像是诸葛亮的话吧 说惯之于酒惯其人性 对 人在酒后 他的表现是很本真的 有些人他没喝酒的时候 人模人样 喝完酒以后 有的人特别好 喝完酒特实在 就想着帮你做好事 有些喝完酒的话多 有些喝完酒就睡觉了 但是也有些人酒后无德 所以这就是考试选女婿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先把他妈翻了 对 所以有个很重要的词叫酒德 你跟酒德不好的人 喝酒是一个特别烦恼的事 那酒品等不等于人品 不敢说 他现在不能对我说太拢肚了 但是酒德这个事 如果酒德非常不好的人 你比如我说一个人 我过去的一个同事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都不好意思说 他最后怎么死的 我可以说 吸毒过量死的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他当时每次喝酒喝大 有一次喝酒喝的太大 我就把他拽在我们家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最后以吐出来为终点 那么我就不敢让他进屋里 我就搁到门厅了 门厅那时候家里还有行军床 帮当打开 一个就把他摁在那 然后你知道半夜12点的时候 那我眼瞅着 我太太站在身边 当时就看着他 当时那时候也不是太有经验 他就开始脸冲天 轰了一下 就全吐了 全部盖在脸上 就我说一张匹萨饼 全部都在脸上 很可怕 一样我就把他揪过来 因为我怕他窒息 因为很多人就是这么死的 就是这么死的 从那以后才知道 人醉了以后 一定要让他侧着 绝对不能脸冲天 他是没有任何直觉 这款人每次都给你惹来无尽的麻烦 他从一开始 开始恍惚 开始胡说 开始什么事都干 就没控制 张大九有的人特别张狂 没有自控力 在张狂的时候 他有时做的一些行为非常可怕 比如说 就是包括那个 有时在外边你看挑衅的 你包括这次咱们春节期间 有个警察这个遇害的 对 那你一看 我当时看一看那新闻 我就说这又准时遇到九徒了 嗯 就是九后啊 那种有戒酒 胀胆 就很多人他都是这种 特别嚣张 就你能暴露出他另一面 对 能暴露他真实的一面 但是平常生活当中呢 那我 我就有这种问题了 就比如说你看 这种杀妻案啊 包括情侣之间的户 就是咱们说这个相爱相杀 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两口子啊 明明打得一塌糊涂 但是又不愿意离开 或者说不能离开 这这往往就导致绝境啊 就说我被弄死你 你就永远属于我了 或者说你也不可能走了 那过不好 为什么不分开 其实这个 我看这个男孩 他之前有过女孩 而且我们以前也看到有很多 就是所以刚刚马先生说的特别对 就是如果两个人就是玩 在一块不行就分 然后呢 虽然那个分了 但是有啥可以保持联系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他出现问题往往都是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锁定的关系 就是你刚说这个问题 一个是锁定 再一个呢 又不敢闹出去 就有些事你是不敢闹的 比如说你特丢份的事 你是不愿意让双方父母知道 更不能让朋友知道的 比如说你找不着工作 然后你现在一分钱没有 天天吃老婆的 你说你好意思跟别人说吗 人一双双吃软饭 对吧 所以他这种男人就有一个问题了 假如说他要能够甩开这女孩 自己就走了去挣钱 也没问题 他现在又没有经济来源 他想依靠这女孩 可是这个女孩呢 又比较控制他 这一下他就受不了了 那你杀了他 更没法依靠他 他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所以当你要再跟我吵架的时候 而且我们还发现特点 一般杀老婆打老婆的男人 基本在外边都不是男人 有这么一个 就可怂的人 他才会对亲人特别的凶 就像过去说 有些那个连环杀手 专杀妓女的那种 实际往往在生活里很怂 就是有时候你看一个男的 特别那种 就是三天晚上外面他打架的 他一般回到不欺负老婆 护着老婆 对 他今儿都属外边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特点 就这个男孩呢 按照我们目前的说法 是一种小鲜肉 这种孩子在最近这十年的成长环境 就是他成人的这个环境中呢 是被供执的 怎么说呀 这男人还得这么漂亮 什么的 过去我们 我们小时候都说 这男人漂亮是最没用的一件事 是这个态度 现在男人漂亮 你可以换钱去了 结果呢 他等他结了婚 他这脸换不来钱 就出问题了 这还真的是 就是像现在的 比如说他们就说独生子女吧 独生子女就造成的 有些这个 就是不能听逆耳中言 对 就是 因为不从小啊 这个大人们都是这么宠着他 他不是不能听逆耳中言 顺耳的中言都不能听 他根本不听你说 你知道吗 马爷这牢骚好像是有故事的 江江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看这里我们有一些零星的信息 就是说 两人刚开始交往 都是手拉手 给亲属的印象是很幸福 其实是假象 然后呢 这个凶手曾经写保证书 这是有的图片 写保证书 这个在女孩遗物当中 凶手签字写下一封保证书 保证书显示凶手承诺 不跟其他女性联系 然后呢 就是家属认为可能有出轨和暧昧的情况 这个女孩的同学认为呢 凶手不靠谱 说那个呃呃 原来呢 还会失踪几个月 去上西藏 人间蒸发一样 这个这样的男人不可靠 之前呢呃 这个男生二十七八了 正当工作也没有 说去西藏回来后 有半年时间也不找工作 网上购物都是信用卡刷的 小杨还帮他还信用卡之类的 但是呢 那这跟梅金老师 刚才判断都差不多 哎 但是为什么这个女孩 这女孩看着也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女孩非要找他呢 太容易解释了 他长得漂亮 就是你宣传的小鲜肉 终于弯着一块到碗里来了 那那那那不喜欢他喜欢谁呀 现在女孩对这种外表很在意的 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我们年轻的女孩是在乎对方的才华 外表不重要 马先生咱们的好时候过去了 都过去了 其实这也是现在这个年轻人 他们在找对象过程当中的一种变化 就是说有些有些孩子吧 比如说就想找一个大城市的 对吧 有些呢 他就想找一个帅的 一般呢 就是说自己都满足的时候 他往往就在乎的是外表了 如果这女孩 他的条件很差 他就希望找一个有钱的 所以这个女孩呢 我个人认为 他可能就是生活比较顺境 因此他就一下就看上了这个男孩的 从外形上来讲 他比较满意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就说到这个 最近英国不是也出了这么一个事吗 你看那个女孩好像叫什么 那个拼音叫BCC BCC 就是中国留学生 被打死了 生生被打死了 那个男孩子 看上去也是个小帅哥 而且是空手道 练空手道 好像有图片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练空手道 最后就是 他不是打他一次两次 你看这男孩子看着 也很帅 有一种说法 就是认为你看 专门找这种小帅哥 他就迷 他迷这个 好了 甚至可以被小小哥一次二次打 身上最后发现几十处 被打的不是一次两次的 下巴 甚至女孩还去掩饰 脸上有淤青拿化妆品掩饰 但是这就是问题 她为什么不离开她呢 被打成这样 这两个案件虽然是有区别 但是我们看到这家女孩很相似 她们有很多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从小家境比较顺 然后自己比较善良 属于那种 我们叫温室里养出来的花朵 所以她对社会的这种 对人的了解非常少 因此也比较任性 自己选一个相信别人 其实以前我特别强调善良 但是我真的想说 善良如果没有脑子 那就是愚蠢 很容易被人所 所以这两个女孩 她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太亲信 然后把别人想得太好 没有一丁点察觉 和一点点自我的 那种保护和防护心 那她是不是确实对这个男人 也有一种战友欲 就是也是让这个男的 为什么会抱起杀人呢 也是因为这个女的 说是老看着她 是不是这意思 我觉得她还是一种爱 她内心是爱 因为她真的爱这男的 你就包括她 包括上海这个 我觉得这女孩也是这样 她实际上是很喜欢的男孩 然后呢 她只是这个喜欢和爱 然后呢 她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识 换句话讲 无知 如果她听那个大灰狼的故事多了 她就不会这么单纯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社会的一种 刚才说的这种导向 就是他们特别在乎这种小鲜肉式的男人 这个英国的男孩比他小一岁 对 那女孩二十四 他二十三 这个上海这个也小 是吗 也小 也小一岁 所以按照梅金老师一开始说的 她怎么心智都不成熟 按理说我们二十三四都干多少事了 那不可能心智不成熟 我怎么十两个都比他成熟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就我说英国这个孩子 他这个悬殊差 就经济悬殊差太大 这个英国你谈恋爱 只能花一百英镑都是大钱了 你这呼呼上去就给买车买什么 这一下就买的对方没有退路 对方接受了你这么大的礼物 在国外接受一辆车是很大的礼物 那么我就变成退不出这个局去了 但是呢 我认为这男孩并不喜欢这女孩 他不喜欢她 或者是他喜欢瞬间的都是趋于生理上的 他不是从内心的 如果他要从内心喜欢她 无论如何不能下这么大狠手 这DASK跟LACE是两回事 LACE也是狠狠 但是他直接的所有的软组 好像骨骼还有蛇 那条骨打蛇 下巴也不是怎么着 他打得很惨 那么这个男孩从内心 如果不是很厌恶他 下不了这么重的手 我当时觉得那男孩 他是一个暴力者 就是那个英国的和这个上海 他不太一样 上海的这是一个就是摆脱不掉 然后又无法那什么他杀 而那个是属于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男 有暴力倾向 对就是一个暴力 要是正规的分类的话 他那个属于家庭暴力 就是说我们的家庭 他不是指这家庭 就是同居也算 他属于暴力 就是那个 他本身就是练 练武的吧 练练 那这种暴力倾向 是不是算是一种危险 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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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危险